我们最近一直用主耶稣的比喻来做我们的分享 有些人的回应就说 我们所讲的那个得救的路好像太紧张了 有些人就说我们得救的路好像太紧张了 特别我们讲到那个十个童女 五个是愚绝的 童女代表教会里面比较重要的成员 可能是长老 可能是牧师 可能是领事的 但是这些童女里面还有一大部分 是吧 一半是愚绝 但是这部分的童女有一部分都是愚绝的 所以有人说这个不可能吧 有人说这个不可能吧 是不是谈到避题 是不是讲到避题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所有的比喻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所有的比喻 我们特别希望把它录下来 送给中国教会 我们希望录起来 送给中国教会 因为中国教会 它在神学思想方面 大多数不是改革中的 因为中国的教会有大部分都不是改革中的教会 所以在长期而来 这个比喻通通很多时候是用灵意来解释 所以很多比喻都是用灵意来解释 所以我希望能够从神学改革中的角度来解释这些比喻 所以我希望在神学改革中的角度来解释这些比喻 我也没有随便地讲一篇道 我没有随便地讲一篇道 我是有很多的研究 才把这个比喻里面的精药所在讲出来 先将这些比喻里面的精药所在讲出来 所以如果中国教会听我们的道 所以中国教会听我们的道 就觉得很有问题了 就觉得很有问题 因为他们所懂的神学不太多 因为他们所懂的神学不太多 从他一举而来所听的道 所以他们一直以来所听的道 跟我们比起来好像有点出入 跟我们比起来好像有一些出入 但是我不是在跨口 但我不是在这里夸张 我们也欢迎如果有人听见我们的道 觉得有问题的话 我欢迎如果有人听了我们的道 觉得有问题的话 可以来信给我们 或者email 来信与我们交通 可以写信或者email 来跟我们交通 但是如果你真的读过 很好的神学的人 如果你真的读过一个 很好的神学的人 你就知道我们所讲的比喻 你就知道我们所讲的比喻 是很有神学技巧的 实在因为改革中里面对这个救恩 是看成圣跟得救是连在一起 因为改革中里面救恩是得救和成圣在一起 如果你真的得救 如果你真的得救的话 你必须要成圣的这个过程 这个才算是救恩 这个才是救恩 当然得救这个部分很难知道是真是假 每个人都说 我口里面承认心里相信就受尽 每个人都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那就得到救恩 但是成圣的路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但是成圣的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有生命的果子 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 如果你没有可能得救之后 十九二十年都是这样子的 你没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得救之后 都是这样的 提摩泰后书里面讲第二章 提摩泰后书第二章里面讲的 凡属神的人 总要离开不愈 这个总要在原文里面是慢慢的 这个总要在原文里面讲的是慢慢的 可能你不会一时之间立刻变得非常好 你可能会一时之间变得非常之好 但是你不可能不改变 你不可能是真的救 你不可能是真的救 到你死的一天还是离开不了不愈 到你死的一天都离开不了不愈 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 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 我们一起看看 我们一起看一下 加拉太书第五章 19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然二见的 情欲的事都是显然而易的 保罗讲到一大队的情欲里面的事 保罗讲到一大队情欲的事情 结党啊 结党啊 罪走啊 罪走啊 包括放宴 包括放宴 就是party的很crazy的party 年轻人有时不知道 年轻人有时不知道 crazy party有什么所谓呢 crazy party有什么所谓呢 这个基本上就是放宴 其实这一大堆东西 仇恨啊 仇恨啊 保罗在最后讲一句什么 保罗在最后讲一句什么 我从前告诉你们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要告诉你们 你再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必不能承受上帝的果 所以在这个犹太人 如果他说一句话 要重复 我从前讲过 现在要再提 如果犹太人里面说 我从前讲过 现在又再提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后面22节就讲到 生命有很多的果子 加太书这样讲 我们彼得后书第一章 加太书这样讲 我们彼得后书第一章 也是不是我们查过 我们都查过 彼得讲到 你们有了信心 要加一张德行 要加一张德行 要加加加加 加很多东西 彼得讲到有信心 又加到德行 又加加加加加很多 彼得后书第一章 如果你们有这几样 如果你们有这几样 你就不是 你就可以真的进到神的果 你就可以真正进入到神的果 他说 如果人没有这几样 他说如果人没有这几样 他们就狭眼的 他就是核眼的 忘记了 旧日的罪怎么被卸免 不记得了 旧日的罪是怎么被卸免 旧日的罪 旧日的罪怎么卸免 就是他得救的时候 罪得失眠 就是他得救的时候 罪得卸免 但是他没有成圣的过程的生活 但是他没有成圣过程的生活 成圣是改变的 成圣是改变的 基督徒是会改变的 如果我们是真基督徒 我们就会改变的 如果我们是真基督徒 我们就会改变的 如果你改变不了 如果你改变不了 你要问问自己 是不是真的基督徒 你要问一下自己 你有没有真的基督徒 所以有些问题 所以有些人的问题 无论是发脾气 无论是发脾气 无论是赌钱 无论是赌钱 无论是什么罪 无论是什么罪 神有充足的怜悯 和恩典 就是他没有 你一犯罪就打你 就连你没有犯罪都会 你一犯罪就打你 这个就是恩典 这个就是恩典 但是如果你永远不改变 这个不是恩典不恩典的问题 这个不是恩典不恩典的问题 就是你里面的基督的生命 是不是真的生命 就是你里面基督生命 是不是真正的基督生命 我们讲到救恩好像是 一个气球 我们讲到救恩好像一个气球 如果你是真的得救的 你的气球 就算压在水里面 如果你真的得救的 就算你的气球压在水里面 总有一天他一放松手 他要浮起来 总有一天你一封手 他就会浮起来 所以一人跌倒七次 所以二人跌倒七次 七次的就起来了 七次都要起来 神知道我们会跌倒 神知道我们会跌倒 神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问题 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问题 但是我们最后会起来 但我们最后会起来 我们最后会改变 我们最后会改变 我们不会带着一个非常败坏的性格 进到神国的 我们不会带着一个非常败坏的性格 去到神国 因为行解谢私的人 因为行这些事的人 必不能够进神国 必不能够进神国 所以基督徒 属神的人总要离开不易 所以属神的人总要离开不易 可能一时离开不了 可能一两年都离开不了 可能一两年都离开不了 但终归你会离开 但到最后你都会离开 这个就是成圣 这个就是救恩 我们得与神的圣情有份 我们得与神的圣情有份 所以我们谈到同女的时候 无论你在教会里面做多少事 无论你在教会里面做多少事 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 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 你是进不了神国的 你是进不了神国的 因为我们强调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很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主耶稣讲的话 没有太过分的话 就是主耶稣讲的一件事情 是没有太过分的一件事情 他不会讲一句话太夸张一点 他不会讲一句话太夸张 或者太低调一点 或者太低调 因为他就是上帝 因为他就是真理的本身 他就是真理的本身 如果那个同女 没有有的同女 如果这个没有有的同女 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你说他们可以得救吗 你觉得他们能不能得救吗 有些人说还可以得救 有些人说都可以得救 其实他太不了解主耶稣讲的话 其实他太不了解主耶稣所说的 主耶稣说 凡清负我主啊主啊的 不能够进神国 主耶稣说凡清负我主啊主啊的 不能够进神国 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唯独进行神的话的 唯独进行神的话的人 才能够进去 所以哪一天有很多人说 我为你做了很多很多事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为了你做了很多很多事 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如果主耶稣说他不认识你 如果主耶稣说他不认识你 就表示你的名字 没有写在生命册上 就表示你的生命 没有写在生命册上 就一定下地狱的 那就一定落地狱 是不是呢 主会不认识他的教会吗 主会不会不认识他的信夫吗 主会不会不认识他的信夫吗 有没有这一回事吗 有没有这一回事吗 所以我们讲的时候 好像很严厉 所以我们讲的时候 好像很严厉 讲到麦子 麦子 麦子和碑子 很多不得救 很多都不得救 主耶稣说 进那个窄门的很小 主耶稣说到 进这个窄门的很少 进到那个窄门的很多 进这里窄门的有很多 但一个是到下地狱的 但一个是入地狱的 窄门的是上天堂的 窄门的是上天堂 是不是很严厉 是不是很严厉 其实 金神国是很艰难的 其实入神国是很艰难的 是要付出代价的 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我们讲到 那个宝贝 那个宝藏 埋在地下的那个比例 所以我们讲到 宝藏埋在地下的一个比例 如果你真的有天国的生命 如果你是真得救的 如果你真是得救的 你会欢欢喜喜把一切都放下 你会欢欢喜喜把一切都放下 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 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 就讲明一个真的基督徒 就讲明一个真的基督徒 他们的价值观是以神为第一位的 他们的价值观是以神为第一位的 所以宝罗说 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所以宝罗说 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有益的 我现在都当做有损的 我现在都当做有损的 为要得到基督 为要得到基督 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态 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态 弟兄姐妹 我们要常常训练自己的心态 我们要常常训练自己的心态 不要以为特认之间 你会很感恩 不要突然间觉得 我会很感恩 特认之间你会很忍耐 突然间我会很忍耐 特认之间很有捷迹 突然间我们很节制 你知道这些性格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这些性格是怎么来的 所以佛教讲得很清楚 佛教讲得很清楚 他说自古而来 他说自古以来 没有一个人不贪财贪士的 所以他要怎么样 他说你断不了 但是你可以把它压住 他说你断不了 但是你可以帮他压住 如果你是高手 你就可以断 如果你是凡人 你就断不了 但是要压 你怎么压呢 你怎么压呢 不断地念佛经 不断地念这个佛经 一直念念念念念 求神帮助 所以试探来的时候 因为你念惯了 所以你就不注意了 这些事情 所以试探来的时候 你就念惯了 你就不注意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原则 跟基督教是不是一样 如果我每天都随随随便便便做人 突然之间有事情来到 难道很生气的事情来到 有些很生气的事情来到 我那个时候 怎么能够不生气呢 当我发脾气的时候 我怎么能够在神面前赞美安静 所以我要平常没有事情发生 所以我在平时没有事发生的时候 我就要数算神的恩典 每天 每天 随时随地的 随时随地的 知道主是多么爱我们 知道主是多么爱我们 多多的感恩 随时的祷告 主啊 其实我们今天去那个 吃那个早餐 今早我们去吃这个早餐 四块二毛半 四块二毛半 我有两个腌肉 我有两条腌肉 两个蛋 两只蛋 有个奶茶 一杯奶茶 还有这个甜奶 有一杯甜奶 还有一杯茶 又有一杯茶 还有一杯公仔面 有一杯公仔面 还有沙爹牛肉 又有沙爹牛肉 是不是呢 还有多少个番茄酱 还有茄汁 还有茄汁 还有冬油火辣 是吗 你要赚我四块二毛半 你赚我十块二毛半 所以我是很感谢神的 四块二毛半 我要感谢神的 其实人生里面 有很多东西 你们要感谢神的 其实人生里面 有很多东西 你要感谢神 基本上你要健康 可以吃东西 基本上你要感谢神 基本上你要健康 可以吃东西 就应该要感谢神 你们想想看这个事情 多少人才贫穷 你想想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 多少人饥饿 多少人没有父母 多少人没有父母 生出来就是孤儿 生出来就是孤儿 多少人二十几岁 都打死了 多少人二十几岁 就打死了 很多人残废 很多人残废 现在苦的人太多了 现在苦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们之所以能够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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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 有朋友 有真爱 有真爱 有真情 有真情 有健康 有健康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是完全健康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是完全健康 但是已经足够健康 你能够坐在这里 你能够坐在这里 就算是健康 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神 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神 常常的感谢神 常常的感谢神 常常的求神帮助 常常活在这个救恩的乐歌的喜乐里面 常常感乐在救恩的喜乐里面 这样子生气的事情来 这样生气的事情来 痛苦的事情来 痛苦的事情来 我们现在可以感谢上帝 我们的心才可以感谢上帝 这个跟佛教里面练活就差不多 这个跟佛教里面念佛差不多 不要以为 你不需要训练自己的心 不要以为我们不用训练自己的心 所以大卫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重耶和华 所以大卫说到 我的心啊 你要称重耶和华 很聪明 常常叫我的心啊 要训练 命运自己的心 要称重耶和华 所以有事情来的时候 所以有事情来的时候 才可以赞美神 这个叫做 成圣的路情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这个就是 成圣的路里面 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课 我们要常常的喜乐 我们要常常的喜乐 凡事的谢恩 凡事的谢恩 要心里面火热 要心里面火热 常常的服侍主 要有很好的教会的生活 要有很好的教会生活 等等东西 叫我们这个成圣的路上面 能够慢慢的讲迹 叫我们在路 成圣的路里面 可以慢慢的讲迹 有生命的改变 你才是真的基督徒 你才是真的基督徒 不然的话呢 圣经不是说吗 有一天呢 所有的工程 都要被火来吸烟 有一天 我们的工程 都要被火来吸烟 就算我们的工程 全部是效尾了 就算我们的工程 全部被烟毁了 我还是得救 我都是得救 是紧紧得救 是紧紧得救 就算我们在火里面 抽出来一根柴也好 就算我们在火里面 抽出来一根柴也好 弟兄姐妹们 留心 哪个是讲到你的工程 你做的所有事情 最后如果做的没有意思 你还可以紧紧地做 你都可以紧紧得救 但是如果你没有 成生里面的心意 更生而变化 如果你灵里面 没有心意更生而变化 如果你的生命 没有改变 你这个是救恩的问题 这些是救恩的问题 不是你的工价的问题 不是你的工价的问题 所以主耶稣讲 那个麦子跟麦子的比喻 所以主耶稣讲 麦子和卑子的比喻 很重要 很重要 讲到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 很重要 讲到那个无知的财主 讲到这个无知的财主 赚掉钱只顾着 怎么去盖更大的地方 赚了钱只顾着 怎么去盖更大的地方 我今天晚上收你的灵魂 就是说你要下地狱了 我今晚就要收你的灵魂 就是讲到你要下地狱 主耶稣讲的比喻 其实是非常严厉的 主耶稣讲的比喻 其实是非常之严厉的 是吗 是不是呢 如果要接自止的 在那个不结果子的树 如果这个不结果子的树 要收你干净 要收你干净 是制止结果子更多 是吗 是制止结果子更多 不然的话 那个斧头已经放在那个树根上面 要砍下来 如果不是斧头要在一个树根上面 砍下来 所以他们说 这个 施施约翰呢 其实讲得到更难受 所以他说施施约翰 讲的道是更难受 人问施施约翰 人们施施约翰 我怎么可以得救 我怎么才可以得救 施约翰呢 你有两件衣服 施约翰说你要两件衣服 给一件衣服给人 给一件衣服人 口袋里面有两块钱 你口袋里面有两块钱 把一块钱给人 将一块钱给人 这个用不容易做 这个叫什么 用不容易做 很难 很难 所以有一个人问他的朋友 有一个人问他朋友 你爱我 如果你要两栋房子 你可以给一栋给我 如果你有两栋房子 你可以给一栋给我 朋友说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 如果你要两部车子 你可以给一辆车子给我 如果你有两部车 你可以给一部车给我 绝对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如果你有两百万 你可以给一百万给我 你可不可以给一百万给我 绝对没有问题 如果你有两件衣服 你可以给一件给我 如果你有两件衣服 你可以给一件给我 这个不可能 这个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有两件 因为我只有两件 其他的都没有 其他的都没有 当然可以给你一半 当然可以给一半你 真正要给的时候 真正要给的时候 把你一半的给人 是很难的 将你一半给人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其实呢 整个天国的福音 所以其实这个天国的福音 就讲到一个价值观 完全的流转 是讲到这个价值观 完全的流转 一个真的基督徒 其他的德失 不是最重要 其他的德失 是不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态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态 你要小心你的生命 你要小心你的生命 可能你不是真的基督徒 可能你不是真的 因为主耶稣加了 更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主耶稣加了一句 更加重要的说法 从施洗约翰到如今 从施洗约翰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去 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我们要不要努力 我们要不要努力 我们要不要改变 每一天早晨 每一天的早上 对神说我要感谢你 对神说我要感谢你 今天不知道有什么难处 今天不知道有什么难处 难处就是我们的磨练 今天不知道有什么痛苦的事情 这些事情也是磨练 这些事情都是磨练 逼着我们改变 今天不知道有什么挑战 逼着我们改变 叫我们的性格每天更像基督 叫我们的性格每天更加像基督 你要有这个心态预备 你要有这个心态预备 你要越来越像耶稣 你要越来越像耶稣 有些人常常不聚会 有些人常常不聚会 是吧 我们看他就是 down time 就是他现在 忍若 我们看到他的down time 现在他软弱 忍若是可以的 软弱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永远 软弱下去 但是你不要永远 软弱下去 如果你永远 软弱下去 如果你永远 软弱下去 这个不是那个问题 这个问题所在 只是你究竟 是不是得救的人 这个问题所在 就是你究竟 是不是得救 很重要的 很重要 所以改革官里面的得救官 所以改革官里面的得救官 是有一个成圣与他 那个justification 跟那个signification 是吗 成圣与成圣是 连在一起的救恩 清义和成圣 是连起一来的救恩 今天有很多 无限的教会 今天有很多教会 特别是 这个进信会 特别是浸信会 因为他们这个 不是用 加尔文 那个是用 另外一个思想 他们是用 另外一个思想 他们太强调 他们太强调 这个恩典的方面 这个恩典的方面 他们附落了上帝 他们忽略了上帝 是必定会审判人 是必定会审判人 所以要 要说得平衡一点 所以要 说得平衡一点 保罗说得很清楚 保罗说得很清楚 其实我全福音 不是我 不是我想的 其实我传福音不是我想的 我传福音是不得意宣传的 我传福音是不得已宣传的 因为如果我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因为如果我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我祸在永生神的手里面 我在永生神的手里面 神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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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督徒就说 所以基督徒就说 我犯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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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好处是怎么样 佛教的好处是怎么样 你犯了罪呢 你犯了罪呢 不会要输的 就不会要输的 佛教里面讲到三重罪 佛教里面讲到三重罪 神 口 心 神 口 心 神 口 心 神的犯罪就是杀人放火 神的犯罪就是杀人放火 看见的动作 口的犯罪呢 口的犯罪呢 他们称作两舌 就是两舌 就是说两舌 就是说 讲不好的话 说不好的话 害人的话 是非的话 是非的话 你讲这个罪 你讲这个罪 佛不会救你的 佛教不会救你的 你在死的时候 你要下来阴间 你死的时候 就要落到阴间 在地狱里面挑你来跟 如果你要这个罪 你要做很多善事 你要做很多善事 才可以补偿你犯这个罪 不玩的话 你死定了 所以佛教这个想佛观 很严厉 所以佛教这个观念 是很严厉的 所以佛教徒对这个戒 看得很严 佛教徒对这个戒 很严 但基督徒对这个戒 不是很严的 但基督徒对这个戒 不是很严的 你是不是很严的人 你是不是一个很严的人 有谁觉得对神的诫命 对神的律法 是守得很严的 举手看看 你觉得你们对神的律法 守得很严的严手 为什么我们不太严呢 为什么我们不是太严呢 因为我们的主有丰富的慈爱 因为我们的主有丰富的慈爱 可以给你 你犯了罪 你在他面前求赦免 你犯了罪 你在他面前求赦免 他就必定赦免你 他就一定赦免你 并且他要你的罪 离开你 有动力是有多元 这赦免就忘记了 主赦免你的罪 就忘记了 你就白于乳雪 你就白于雪 是不是很好的父亲 是不是很好的福音 这样子的父亲 你不要给他宠坏 这样的父亲 你不要给他宠坏 因为他其实没有宠坏你 其实他没有宠坏你 是你们基督徒宠坏自己 你们不明白 成圣的路 你们不明白 成圣的路 是神的工作 但同样是 我们也要与神同工 但也都是我们 要与神同工 我们要愿意顺服 我们要愿意顺服 顺服在神的话里面 顺服在神的话里面 可能有很多挑战 很多的痛苦 可能有很多挑战 很多的痛苦 但是我们努力进神国 但我们努力进神国 我们杯十架走 我们杯十架走 是不是有自己的力量 得救是没有你份 得救是没有你份 完全是神的工作 但诚圣有 我们讲了一大堆 谈到今天的正题 谈到今天的正题 是财主与拉撒路 是在《路加福音》 是《路加福音》 十六章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我觉得刚才这句话话 是很重要的 免得有人听我们的比喻 以为我们随便讲比喻 以为我们随便讲比喻 这个比喻的系列 这个比喻的系列 我们是很有研究的 从改革中的神学思想里面 从改革中的神学思想里面 把这个比喻的经义讲出来 如果有人要与我们 辩论一些真理的问题 如果有人要与我们辩论一些真理的问题 我们是很欢迎的 我们是很欢迎的 当然我跟你们讲道 不讲太多神学 当然我们讲道 不讲太多神学 因为神学很难吃饱人 因为神学很难吃饱人 我们希望讲一些生命的道 我们要讲一些生命的道 但是如果你们要在神学里面 跟我们辩论的话 如果你们想在神学里面 跟我们辩论的话 我们是预备得非常好 我们是预备得很好 无论如何 这个财主与拉撒路呢 这个财主与拉撒路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比喻 是一个很特别的比喻 拉撒路是主耶稣的比喻里面 拉撒路是主耶稣的比喻里面 唯一一个用名字的人 唯一一个有名字的人 有一个财主呢 创造紫色袍和士玛依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士玛依 天天虚华燕落 天天奢华燕落 其实人呢 太有钱都不是太好的 其实人呢太有钱不是太好的 贪财是慢恶之根 贪财是慢恶之根 所以有很多事情呢 有钱就好了 不要太有钱 所以有很多事情 有钱就好了 因为你太有钱的时候呢 因为你太有钱的时候呢 你很容易爱世界的 你很穷的时候 你很穷的时候 你怎么去爱世界的呢 你怎么去爱世界的呢 你没有钱去爱世界的 你没有钱去爱世界的 但是你很有钱的人 但是你很有钱的人 你很容易骄傲 你很容易骄傲 很容易爱世界 很容易爱世界 主耶稣说你爱世界 你爱父的心都没有了 主耶稣说你爱世界 你爱父的心就没有了 所以主耶稣更加强调 没有夸张的说 没有夸张的说 财主要进神国 财主要进神国 好像什么 好像什么 比那个骆驼要穿过 金眼更难 比骆驼要穿过 这么难 更难 金眼 好像基督教里面 真的有些对 有钱的方面 有很多的警惕 好像基督徒里面 对有钱有很多警惕 所以福音是穷人的 所以福音是传给穷人的 曾经在清教徒的时候 得救 正是与贫穷结婚 得救就是与贫穷结婚 真的要变卖所有的 所有的大圣大圆 所有的圣人 他们都是很穷的 所有的圣人都是很穷的 没有一个圣人是很有钱的 没有一个圣人是很有钱的 你看看基督教里面的历史 你看基督教里面的历史 就算他们很有钱 都会为神变为贫穷的 都会为神变为喷穷的 不像今天很多的灵恩派 他们主张 你有钱就代表神祝福 他们说 你有钱就代表神祝福 如果你做全道人做得很多钱 神的恩高很强 讲话很有气派 讲话很有气派 什么国度的知识在你的身上 什么国度的知识在你身上 因为你的钱可以影响天下 因为你的钱可以影响天下 如果你穷光胆的在灵恩派里面混 如果你穷光胆的在灵恩派里面混 就算你非常属灵 都没有人要听你话 都没有人要听你话 我争取于这是一个例子 我争取于这是一个例子 我觉得我的属灵功夫是 应该不太错 我觉得我的属灵功夫应该不错 但是我没有钱 但是我没有钱 所以人们都想 做全道人觉得怎么失败 做全道人做得这么失败 所以没有什么好 如果我很有钱 如果我很有钱 就身价不一样 身价又不一样 这个完全是废话 这个完全是废话 跟基督里面的道理完全相反 跟基督里面的道理完全相反 这个财主很多钱 这个财主很多钱 拉撒路穷都不得了 拉撒路穷都不得了 混身上瘡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坐着掉下来的零税 想得到财主却子跌下来的零税食物 并且在狗里舔他的伤口 那个狗在犹太人里面 不是好像今天的 宠物 这狗不是现在这样说的宠物 狗在犹太人传统里面 狗在犹太人传统里面 就好像海鱼是一样 就好像这些野狗 就好像那些野狗一样 不是人的朋友 不是人的朋友 是很凶的东西 是很凶的东西 它在饿狗在街上 会抢你的触物 所以犹太人看那个狗是很悲见 很凶的东西 所以犹太人看这些狗是很凶的东西 但是它们凶呢 因为它们没有人喂它 它们是很饿的 所以因为它们很饿 一群饿狗当然是凶的 如果你喂饿它 它其实不算凶 你喂饿它反而没有那么凶 狗基本上不是很凶的 狗其实不是很凶的 所以这些狗呢 所以这些狗呢 很卑贱的狗 很卑贱的狗 但是它看见 拉萨鲁很可怜 它就来舔它的仓 狗呢 如果舔你的时候 就表示它爱你 狗如果舔你就代表它爱你 猫也是一样 我的家里面有猫 它是对我很亲密的时候 它对我很亲密的时候 爱我爱得不得了 很爱我的时候 才拿来舔我的 才会拿来舔我 如果它跟你不亲密 它不会舔你 狗也是一样 狗也是一样 连狗都懂得怜悯 你看这个 拉萨鲁是多么的贫穷了倒 你看这个拉萨鲁是多么的贫穷 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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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惨 很惨 当然 它死了之后 当然它死了之后 它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 它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 这个犹太人里面的原文 在它的怀里面 其实不是真的 就是在它的怀里面 犹太人原文 说到在怀里面 不是真的在怀里面 就是好像 约翰福音13章23节 就好像约翰福音13章23节一样 约翰是耶稣最爱的门徒 约翰是小耶稣最爱的门徒 常常躺在 爱在耶和华的怀里 常常躺在耶和华的怀里 中文圣词是怎样翻译 但其实犹太人讲这句说话呢 其实犹太人讲这句说话呢 是表示 他就跟主耶稣做得很近 就是说到 他跟主耶稣坐得很近 不是真的挨在主耶稣的说话 不是真的挨在主耶稣的说话 这个是很奇怪的 这个也是很奇怪 因为大大人 会挨在其他主耶稣的胸上 怎么会挨在主耶稣的胸上呢 所以这是原文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些是原文里面的东西 拉撒路也在亚伯拉罕的旁边 坐得很近 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旁边坐得很近 代表他很倦贵的 代表他很倦贵的 但是财主很惨 并且在财主呢 他看见亚伯拉罕可怜我吧 财主见到亚伯拉罕可怜我吧 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 沾点水给我凉凉我的石头 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 沾点水凉下我的石头 因为我在这里很苦 因为我在这里很苦 这句说话呢 这句说话 这句说话 表明在地狱里面 表明在地狱里面 人是没有盼望的 人是没有盼望的 他不是问 求你给拉撒路带我一杯水 他不是说 叫拉撒路给我一杯水 用指头 沾点水凉凉我的石头 这个是无法帮助 可不可以帮助 你在火里面烧 你在火里面烧 如果有人填一点水给你的石头 如果有人填一点水在你的舌头 够不够 够不够 知道他没有办法求很多 知道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痛苦 知道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痛苦 很惨的 我告诉你 就是人在地狱里面 就好像人在地狱里面 愿意付上很大的代价 去减轻他的苦一点点 去减轻他的苦一点点 但是没有可能 没有止痛药 没有止痛药 在火里面没有水 在火里面没有水 很惨 很惨 但是死性不改 但是死性不改 他在地下 以为我以前的採取拉撒路 就是门口的拉撒路 他就觉得我以前是裁主拉撒路 是我门口的一只狗 好像狗都不如 所以现在呢 亚伯拉罕我知道你很厉害 所以现在我就知道 阿伯拉罕你好你好 我主阿伯拉罕 我主阿伯拉罕 我祖 阿伯拉罕也说孩子 阿伯拉罕也说孩子 所以他虽然很亲密地亲夫你 虽然他很亲密地亲夫你 但是改变不了事实 但是改变不了事实 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什么 你在地狱 你在地狱 所以他以为拉撒路还可以 打发拉撒路 他以为 拉撒路好像 我底下这个工人的侮辱 他以为拉撒路好像地上的工人一样 你叫拉撒路蘸一点水给我 你叫拉撒路蘸一点水给我 这个表示什么 在地狱里面 在地狱里面 人的死性不改 人的死性不改 你所有的不好的生情 你所有不好的生情 如果你不是被神的灵改变 如果你不是被神的灵改变 成为基督的让识 成为基督的让识 你到地狱里面 不要想会改变 你去到地狱里面 不要想要改变 你的罪叫你更加痛苦 你的罪叫你更加痛苦 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为什么有盼望 我们今天为什么有盼望 因为我们现在有不好的生情 因为我们现在有不好的生情 但是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改变 但是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改变 知错能改就好了 知错能改就好了 人谁无过 人谁无过 当你完全没有机会改变 当你完全没有机会改变 哪个真是地狱 那个就真是地狱了 所以他在地狱里面 还以为他可以打法拉撒力 他在地狱里面 还以为可以打法拉撒力 当然这个地狱是 亚伯拉罕说 我们这里分得很开 很远 当然亚伯拉罕就说 我们这里分得很开 很远 没有一条桥 可以坐我们中间 可以走过去了 没有一条桥 可以在我们中间 可以走过去 主耶稣说到一个 很清楚的原则 你不是天堂 就是地狱 你不是天堂 你就是地狱 我们在天国的门外 我们是天国的门外 就等于地狱了 虽然是门外 虽然是门外 门外跟门内 就很大分别了 门外跟门内 就很有分别了 你不是在神国 就等于你不是在天堂 就等于你不在天堂 你就在地狱 那你就落地狱了 没有第三条路 没有第三条路 人只能够走两条路 人只能够走两条路 并且糟糕的是 并且最惨的是 你在地狱里面 还可以看见天堂 你在地狱那里 还可以看见天堂 是不是很惨 是不是很惨 就是 紫尺天涯 就是这个意思 好像很远 又很近 但是永远不可以在上天 但是永远都不可以在一起 你知道主耶稣讲地狱 比他讲天堂更多 主耶稣讲地狱 比他讲天堂更多 主耶稣讲的比喻很多 地狱很多 地狱是很可怕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做你们的牧师 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叫你们 将来不要下地狱 就是叫你们将来 不能下地狱 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 真的记得徒 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真的记忆徒 所以这些道讲出来很重 所以这些道讲出来很重 外面可能有很多人会反对我们 外面可能有很多人会反对我们 只是他们不太明白 这个改革宗的神学而已 其实他们是不明白 这个改革宗神学义 改革宗对得救的原则 是看得很重的 改革宗就是 讲到得救很重要 很严肃 很严肃 不是随便来的 不是随便来的 真的不是随便来的 真的不是随便来的 你知道以前的马丁路德 你知道以前的马丁路德 其实马丁路德 进到那个瘦道院是很奇妙的 其实马丁路德入这个周导院是很奇妙 他本来是要做律师的 本身他是要做律师的 所以骑着马 骑着马 很威风 有一天下雨 有一天下雨 打雷 打雷 一打雷就打在马的旁边 一打雷就打在马的旁边 马丁路德就掉在地上 所以不是单单保罗才有这个经历 不是单单保罗才有这个经历 马丁路德同样给神 马丁路德同样给神 打下马 打到马 他打下马了差不多死了 他打了马 差不多死了 然后那个时候 他就祷告圣人 他就祷告圣人 那个是天主教 上帝如果你救我不死 他说 上帝如果你救我不死 我就奉献给你进到瘦道院 当然他后来就进到瘦道院 当然他之后就进了瘦道院 然后在瘦道院里面呢 去到瘦道院里面 马丁路德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马丁路德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每一天所有的学生 都要在神面前忏悔的 每一天所有的学生 都要在神面前忏悔的 可能五分钟 他们忏悔什么呢 他们忏悔什么呢 上帝我今天看见 朋友的面包很好吃 上帝我今天见到朋友的面包很好吃 我不饱 我不饱 我心里面就很希望 他能够给一点他的面包给我 我心里面就希望 他给一些面包给我 上帝怜悯我 因为我贪心 因为我贪心 他们的罪都是这样子的 他们的罪就是这样 跟我们现在的罪是不一样的 跟我们的罪不同的 然后我昨天很难读圣经很小 然后我昨天不舒服 我聚会的时候 要打瞌睡 昨天不舒服 在聚会的时候 睁眼睡 每个人就有一天 就有一段时候 在哪里认罪悔改 他们每一天 就在修道院里面 去认罪悔改 马丁路德呢 认罪 认罪 就是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认罪 几个小时认罪 每天认罪几个小时 他们只认哪一天的罪 他只是说 那一天的罪 我不知道马丁路德 有什么罪 我不知道马丁路德 有什么罪 可以认几个小时 每一天都有几个小时的罪 每一天都有几个小时的认罪 所以你知道 马丁路德的思维 很厉害 你要知道 马丁路德的思维很厉害 他常常说 上帝啊 所以有人问 马丁路德你爱不爱上帝 爱上帝我不爱 他爱上帝我不爱 我恨这个上帝 因为这个上帝 是非常严厉的 因为这个上帝 非常之严厉的 我多希望有一个慈爱的上帝 我多希望有一个慈爱的上帝 当然我们知道 后面的一段故事 当然了 当然我们知道 后面的故事 但是以前的马丁路德 就在哪一个光景里面 所以以前的马丁路德 就是这个光景里面 弟兄姐妹 虽然他是有点无知 虽然他有一点无知 但其实神是轻慢不得的 但是神是轻慢不得的 这一点他没有看出 这一点他没有看出来 可能我们今天基督徒 太放纵一下 可能我们今天基督徒 太过放纵 不知道上帝的可怕 已经不太知道 什么敬畏神了 已经不太知道 什么是敬畏神 我们要努力进神国 因为如果你进不了神国 因为如果你进不了神国 太惨了 太惨 所以采主说 求你打发拉萨路去 告诉我家里面几个弟兄 所以 财主说 请你叫拉萨路去 和我几个弟兄 那有几个弟兄还没有信神 有几个弟兄还没有信神 我不愿意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来受苦 我不愿意他们来一个地方 来受苦 这个财主都有一点亲情 这个财主都有一点亲情 但是亲情是没有用的 但是亲情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只顾着他家里面的人 因为他只顾着他家里面的人 你看见没有神的人 他的爱是多么的核杂 所以你看到 一个没有神的人 他的爱是多么狹窄 基督徒 基督徒 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 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 多厉害 多厉害 爱家人跟爱仇敌 多厉害的分别 爱家人跟爱仇敌 是一个多厉害的分别 所以亚伯拉罕说 没有啊 有摩西跟先知的话给你们听 给他们听 摩西跟先知的话给他们听 摩西跟先知的话给他们听 但是这个财主说 但是如果有一个在死里面复活的 不是更有用吗 财主说 但是有一个死人 有一个人从死复活 跟他们讲 不是更有用吗 主耶稣这个比喻就说了 主耶稣这个比喻就说了 他说如果他不听摩西跟先知的话 他说如果他不听摩西跟先知的话 死里面复活的人 他也不会听 死人复活都他都不会听 这个比喻里面讲到 人生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比喻里面讲到 人生不是最重要的 人生享过福 人生享过福 如果在永恒里面受苦 但是在永恒里面受苦 我宁愿在地上受苦 我宁愿在地上受苦 在永恒里面享福 在永恒里面享福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讲的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讲的 财主啊你已经享过福了 财主啊你已经享过福了 拉撒路受苦了 拉撒路受苦了 现在你受苦拉撒路享福 现在你受苦拉撒路享福 不是很公平吗 所以地上有很多东西 没有 都没有问题的 地上有很多东西 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有衣有吃就可以知足 是吗 可能我们太有钱的时候 我们就爱世界了 你说我不会 你说我不会 到哪个时候你才知道 到那时候你才知道 我可以自己说 我现在可以自己说 如果我很有钱 如果我很有钱 我是很容易堕落 我是很容易堕落的 人 人总会爱世界 有时候我们不爱世界 有时候我们不爱世界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因为神没有给你开路 让你去爱世界 有没有想过有些做丈夫的 你们有些做丈夫的 我很忠心的 我很忠心的 我一生都爱着我太太 其实可能是神的恩典 叫你没有很好的条件 叫你没有很好的条件 没有一大堆的米女罪围着你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可能你也不会那么忠心 可能你也不会那么忠心 是吗 是不是呢 你没有很多钱 你没有什么钱 你犯什么罪 你犯什么罪 你知道很多时候犯罪要钱 你知道很多时候犯罪要钱 所以其实神有很多恩典 所以其实神有很多恩典 但是这些恩典 不是叫我们放纵 不是叫我们放纵 是给我们时间去改变 是给我们时间去改变 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改变 必须要生命改变 必须要生命改变 凡属神的人 总要脱离不易 总要脱离不易 有些人在身上写这些字 有些人在身上写这些字 那样这个基督教里面 也有一点的证论 所以教里面都有这种的争论 但是我跟我太太说 但是我跟我太太说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在身上写这些字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在身上写这些字 我就写这些经文 我就要写这些经文 凡属神的人 凡属神的人 还要离开不易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去净神国 存着谦卑的心 信服在神的律法里面 因为有一天 上帝逼着我们的审判 天堂地狱 这个想与佛太厉害了 这个想法太厉害了 千万不要下地狱 我希望在天堂里面我都看见大家 我希望在天堂里面都见到大家 我们一同在那里享福 如果我们在天堂上面 如果我们在天堂上面 突然间看见雪鹰姊妹在地狱下面 突然间见到雪鹰姊妹在地狱下面 是不是很可怜 是不是很可怜 要上天堂 要上天堂 要进神国 要入神国 当然是很容易 当然是很容易 是上帝所拣选 但是要付上代价 但是要付上代价 主要说说 手扶着尼爬往后喊得不配真神国 手扶着尼爬往后喊得不配真神国 所以我们好好走吧 所以我们好好走吧 最后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 最后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 从前有一个财主 从前有一个财主 很多钱 然后有一个叫花子 然后有一个叫花子 在财主门口敲门 他说肚子很饿 他说肚子饿 你的家有没有东西给我吃 你家有没有东西给我吃 最后有一小小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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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饼干 一点酒 材主说 我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 我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 这样子有没有面包牛奶都可以 没有啊 那有没有面包和牛奶 没有面包牛奶 没有面包牛奶 有没有大米 面条什么都可以 有没有大米面条什么都好 我们也没有 我们也没有 水果可以 水果可以 干粮饼干 干粮饼干有没有 零食零食零食有没有 零食有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样子 水总有吧 那水都有吧 我口口口 你可以给我一杯水吧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 水有没有 水都没有 这个小花子就很 很尽其地望着这个菜 他说你跟我一样 什么都没有 他说你跟我一样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你不跟我一同做乞丐呢 其实呢 做财主 其实做财主 真的要很有同情心 真的要有同情心 是吧 主耶稣这个比喻里面 主耶稣这个比喻里面 讲到狗连狗都比财主有同情心 所以人很有钱 所以人很有钱 却没有同情心 却没有同情心 导不于贫穷 感不于贫穷 在地上受很多苦 在地上受很多苦 最后 不犯那么多的罪 最后犯那么多罪 不要犯那么多罪 也没有机会犯罪 因为没有机会犯罪 要在救恩里面 可以上天堂 就好像在救恩里面 要上天堂 所以今天你们如果在地上很苦的 所以你们今天在地上很苦的 觉得你的生命不如人的 觉得你的生命不像人的 我们一同的喜乐 因为我们有天上的基业 为我们存留 因为我们有天上的基业 为我们存留 让我们地上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亲爱的主耶稣 你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 是最好的 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 是最好的 如果有更好的 你一早就会赐给我们 如果有更好的 你一早就赐给我们 虽然我们遇见的不一样 虽然我们遇见的不一样 我们经历的不一样 但主啊 你有你的美意 你要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的刚位上 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命运里面 学好我们生命里面的功课 我们已经看准了 在一生的里面 最重要的 就是有基督的圣情 上帝啊 如果我们身上有什么 不合理心意的东西 是不讨你喜悦的圣情 上帝是可怜我们 救我们 脱离不移 这样子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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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